来关心各大报的头条焦点 中国时报和自由时报的头条也都是 刚刚新闻报导的西门丁枪击命案 再来看到联合报报导 高雄市建管处接连爆发了官员所会弊案 上个月副处长陈国雄因为所会而遭到了移送 另外一名副处长李正贤仍然继续收贿 昨天是被法官裁定收押境界 而了解完了三大报的头条继续再来关心 高雄古山和左营有高达三万多的住户 在一月初收到了怪怪的电费单 一来电表度数跟上一期是一模一样 而且电费又比往年同期高出了许多 后来才发现到原来是台电委托的新厂商 并没有如期完成超表业务 台电只好是用上一期的度数来作为收费的基准 不过台电强调只要完成所有超表的工作 就会来重新结算电费 多退少补 如果有民众还没有去缴费 那么可以等到收到了新账单之后 再去缴交也是可以的 这个月月初在高雄古山区和左营区有民众发现 一月初收到的电费单很奇怪 一来电表度数跟上期一模一样 二来电费又比往年同期高出许多 甚至出现冬天电费还比夏天高的情况 这让收到类似电费单的高雄市民心里很疑惑 一个星期以来台电所收到的投诉电话 让工作人员接到手软 经追查后才发现原来是台电委托的新厂商 没有如期完成超表业务 台电只好用上期度数作为基准向民众收费 主要是在左营地区大部分 那还有这个古山地区 那我们刚开始初步算的时候 这两个地区受到影响的用户 将近有三万多户 台电高雄区营业处解释 过去也有类似上位超表 不得不以上级度数作为收费基准的做法 只是影响的住户没有像这次三万多户这么多 不过台电强调绝对不会让民众吃亏 只要完成所有超表工作 就会重新结算电费并且多退少补 如果还有尚未缴费的民众 那就等收到新账单再缴费也可以 记者李慧宜孟昭全高雄报导